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 一身心一杯酒 大家好,我是东阳Sund of Winter 今天呢,我一个人 主持这个节目,自己访问自己 今天的课题是 他是朋友,还是生命过客 哇,什么主题啊 我现在做的主题跟爱 有很大的关系 之前做了爱自己 爱父母 敬爱 男女之间的爱情 谈到单身 或者是做恋爱达人 今天我想 继续讨论关于爱的主题 就是 朋友 之间的友情 那也算是一种爱 那不算是爱情 可是算是一种爱吧 嗯,为什么主题叫做 他是朋友还是生命过客呢 因为我最近 嗯,有很多感触 嗯,有好的 有不好的 人生就是这样 有高潮 也有低潮 你遇到好的人 有遇到不好的人 你吸收这能量 你也接触到负能量 但是,当我们接触到负能量的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如何 嗯,解除这个负能量 不能让负能量影响到我们 嗯,我没有刻意说要说什么 感触很多是因为 嗯,有些所谓的朋友 可能 现在已经 没有跟我联络了 真的 我 我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很多朋友的人 很外向的一个人 其实我一点都不外向 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我外向可能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可是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宁可 呃 宁可 只要有几个好朋友就可以了 我不喜欢聚集在很多人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喜欢去party的人 真的 因为我会觉得很拘谨 很不自在 很 不能做自己 因为当你接触到很多人的时候 你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你会很 在意别人怎么看 我 我从小到大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所以 我 也不是说我会装 可是我会 很 很注意本身的言行举止 希望不会讲错话得罪人 嗯 嗯 在我人生旅途中 我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还是我朋友 有些已经 不设朋友 已经成为生命活客了 呀 嗯 当然 我最最最好的朋友 乐飞和凯凯 仍然 在我生命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两个 这一集一定要大谈乐飞和凯凯 先谈乐飞 乐飞 他鼓励了我做很多东西 在他身上我找到很多正能量 他告诉我 呃 东阳你要 呃 你就做个直播吧 你不要只做播客 因为 呃 人们是比较喜欢看 呃 录像的你 他叫我 不如你就唱歌 写歌 让大家欣赏你的歌喉 你的才艺 不要只是做播客 因为可能有些人 他们不喜欢 呃 听播客 因为太长了 希望你们 不会觉得我很啰嗦 哼 这集我会讲很多 因为 对这个主题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感触 呃 我 我没有找任何人来做特别嘉宾啦 今天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主题还是我一个人讲比较好 而且找特别嘉宾也很难 因为大家都很忙碌 要抽出时间很 很麻烦 其实我之前有找过几位朋友 他们都挺忙的 所以时间上很难配合啦 我本身的呃 行程也很满 就是 根本也不能抽出呃 抽出时间 来做访问 但是我很感激凯凯跟乐飞能够 呃抽空帮我 尤其是凯凯 因为她呃 怀孕了 要生产了 她还还抽空来帮我 真的非常非常感激她 还有乐飞 她也是 她是一直在帮助我 她很鼓励我 呃 嗯 我曾经跟几位朋友说过 友情就好像搭地铁 大地铁 还是大火车 你 你人生会有几个火车站 可能有很多火车站 然后 有些人可能 他会从头陪你到 你生命的尾身 那有些人呢 只能陪你一段很短的时间 有些人陪你比较长的时间嘛 所以就好像大火车一样嘛 可能第一站 OK 这个人 这个达克 上了你的车 他到了第四第五站 就下车了 然后 第四第五站 有别的人上车 人生就好像是这样嘛 很多人 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是你的 好朋友 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 但是 你会发现 诶 这所谓的友谊 也不会 长长久久的 对 爱情也不是永恒 友谊 也不一定是永恒啊 所以 我听乐飞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一个人 可是在你走的时候 你可能也是一个人走 当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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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告诉大家 你们不用叫朋友 因为反正都是孤独一个人去死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呃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到头来 我们还是要归于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啊 对吗 嗯 所以呃 不要被这些人影响 所以呃 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 呃 不要像我一样被友谊影响到心情 因为像我这个比较多重上感的人呃 我很容易被影响 尤其是呃 被我好朋友 对 如果他们曾经对我很好 跟我的关系很好 不过忽然之间他们就不理我了 不太理会我死了 他们也不知道 我其实会蛮难过的 如果仔细的去想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好朋友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了你 就是他们已经不跟你要好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还有你自己 啊 或者你可以听我的播客来安慰一下吧 呃 我遇过很多人 他们曾经跟我要好 其中几个呢 他可能认识我的时候是单身嘛 然后有了情人之后就 不见蹤影了 忽然间就好像从人间蒸发掉了 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 放在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身上 不太理会我啦 其实我发短讯里 他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应 这很明显嘛 如果是他的男女朋友发短讯里 他会花这么长时间回应吗 其实你看得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他花太多时间来 啊 恢复你的短讯 还是 啊 关心你 他已经在他心目中可有可无了 对 所以有些人就是讲啦 他需要你的时候呢 他就会 啊 黏着你 因为他需要你在他 生命的这个某个阶段 让他不会太寂寞和孤独 可是当他有了寄托之后呢 你已经是不重要了 当他分手过后 他可能又跑回到你身边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 当他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理他 因为 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不在你身边啦 为什么你要 对他好呢 不要让自己难过 不要让 心里有 创伤嘛 对吗 不然你 然后就会投诉 哎呀 我对人家好 可是 人家怎么对我 对啊 你就是不要 让自己陷入这个状况 让自己有机会去责备自己和别人 对吗 不要心太软 我觉得 所以有些人就是 当他有了他自己的情人 他的所谓的精神寄托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你了 他也不太理会你了 你死了他也不知道 那就是所谓的生命过客 也不算是真正的朋友啦 就好像流星一样 可能 哇 你看的时候很灿烂啊 那时候很开心啊 那段友谊很 很令人回味啊 可是他就好像流星这样 一刹那就不见了 不然就是像烟花这样 他很美丽 但太短暂了 第二点 第二种人就是 当你和他有共同的目标的时候 比如说 你们或许有这个经历啦 你们在公司上班 你们可能遇过一些同事 比较要好的对吗 他可能跟你的关系比较好 因为你们在同一个地方做工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敌人 共同努力的目的 所以你们有很多话题讲 而且你们每天接触嘛 其实我发现到 你其实跟同事 在一起的时间还比家人多 甚至比你自己的情人多 对吗 跟同事的时间太多了 然后 当然 因为跟同事的时间多 他们也可能有些成为你的好朋友 但是 当你离开了公司 然后 你有了一个新环境 他们也认识新的同事 可能关系都没那么密切 那是自然的嘛 对吗 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同样的环境 都有同样的目标 和经历过同样的经历 就有洞窮的话题嘛 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们再也没有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还算不算他们是朋友 可是对我来讲 他们可能只是生命过客 可能他们只是在某段时候 是所谓的朋友 但是 当你离开了那个环境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那段关系也结束了 听起来很悲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 对吗 我只是讲事实 因为我的确是有几个要好的同事 朋友 可是当我离开了那个环境 很明显的我们已经不再亲密了 不再有那个很好的友谊关系了 就不是说很亲密咯 就说以前可能你发短信给他 他会很快回应 现在也不管你了 是蛮蛮悲的啦 第三种朋友就是 当他看到你改变的时候 可能他发现你 可能不是他 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朋友 还是他觉得你这个人 在态度上变了 还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呢 他就疏远你了 我遇过很多 然后乐飞跟我说过 那你就 你就问一下咯 那些真正是你朋友的人 他们一定会支持你 也不会评论你 因为他们是你朋友 他们会给你 给你支持 订阅你的平台 因为他们希望你成功 那些不喜欢订阅你的 就会说一些风凉话咯 因为我遇到了几个 所谓曾经的朋友啦 现在我称他们为生命过客 他们 就说一些风凉话啦 其中一个说 哦 你的平台很无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订阅 另外一个说 我都不懂在搞什么 我为什么要订阅呢 第三个说 我太忙了 你叫我订阅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看 订阅来做什么呢 第四个就说 哦 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的平台跟我人生目标不一致 讲什么风凉话嘛 然后我就告诉一些朋友 他们就说哎呀这些人就算了 反正你跟他也不是说很亲密 然后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些人也不会在你的生命里帮助你 他们 可是你自己也要问自己 你有没有帮助过他们没有 一样嘛 因为我们之间也不是说很要好啦 只是擦肩而过的 嗨 拜 的过客 不算是朋友 以前呢 我会对朋友这个词很 讲得很 不是很注重他的用意啦 就是很随便的用 哦 他是我朋友 可是其实他也不是我朋友 现在的我可能会比较注重朋友这个词 你要成为我的朋友 你一定要符合某些条件 然后 一定 一定不能 一定是在我 就是 就是在我生命里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啦 然后 什么是 真正的朋友呢 第一点 就算他有情人 他有 不同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他也不会忘记你 你需要他的时候呢 他会帮助你 第二点 在你最低潮的时候 最 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呢 你这位朋友 他会站在你这边 支持你 鼓励你 对 好像乐飞跟凯凯强 他们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呢 在我身边 凯凯他是会聆听我说话 而乐飞呢 他不只是聆听 他还告诉我该怎么做 而且乐飞用的方式就是很 很 很厉害 我怎么说呢 他不会伤害到你 可是他会说到你会去听 他有那个魅力啊 可是 所以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讲话的 的 的方式 如果 你要 我觉得说话 很重要 你要懂得怎么说话 就算对最好的朋友你要懂得如何说得好 我觉得乐飞做得很棒 真的 他太厉害了 他真的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甚至我觉得他不是个人 他是神 然后呢 对就是在你低潮的时候这些朋友会在你身边帮助你 帮助你 然后他们会鼓励你啊 然后他们会鼓励你啊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 我 嗯 他是我以前的同事啊 可是当他看到我在脸书发牢骚说 他就马上发短信的问我怎么样 我觉得他也是很好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没那么要好了老实说啦 因为他 他也忙啦 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是非常有心 嗯 我也是被他感动到啦 那时候我觉得 哎 你这么忙了还那么关心我谢谢你 就是这样哦 呀 就是说不算有孩子 你有丈夫和老婆 你就不理朋友了 然后觉得 嗯 这些都是很值得你啊 啊 值得你去注意的朋友 值得你去爱他们 对 不是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能爱别人的爱有限 所以要懂得选 适当的人来爱 适当的人去珍惜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珍惜身边的朋友 嗯 我们要用 我们不能用眼睛去看人 懂吗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看 当我们用心去看 我们会更明白 那个人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他建立起友谊 这样哦 嗯 然后 嗯 对 所以要看出一个 真正的朋友 就是在你 最需要人在旁边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你身边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只是 接近你 因为他可以利用你 得到某些目的 当你落魄的时候 他就离你远去 他不会去理你 因为他不想 让自己 呃 沾到什么麻烦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只是生命过客 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分辨 什么是朋友 什么是生命过客 朋友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呢 在你身边鼓励你帮助你 甚至会说一些中年逆儿的话 可是他是为了你好 不过一个更好的朋友 他会说一些希望你更好的话 可是他会婉转的 让你不会太过的被影响到 就是 就看你的朋友的那个 人际关系有多好 说话的能力有多好 就好像乐飞跟凯凯是 真的很厉害的人 很会说话的人 然后 第二点就是 你要问你自己 你不要只是 想自己 人家怎么帮我 你要想怎么去帮别人 不要只是想着 快来帮我 快来满足我的需要 你要问你自己 有没有去帮助到别人 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不要只想着自己 自己 我要 你们在我孤单的时候来陪我 但是 人家孤单的时候 你有去帮他 他 沮丧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知道吗 所以 友情是需要付出的 不是说你只是接收 你要懂得去建立那个友谊 怎么样去维持 要怎么做 要看你自己了 要看你跟对方的关系如何 所以我觉得友谊是要经营的 是需要栽培 也不说栽培 就是慢慢的培育 不能说 我们 我们的友谊 曾经灿烂过 那就算了 我们就让他 不可以 所谓 在英语这样说 date for granted 对吗 不可以说 我们 哎呀 他会体谅我的 他是我好朋友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付出也是啦 所以今天的主题 就说到这里了 是朋友 还是生命过客 你们自己要做判断 一个好朋友 会在你落魄时候陪伴你 然后他不会因为有了情人 或者有了不同的人生目标 就离弃你 或者当你有了不同的人生目标 他也不会离弃你 反而他会在身边鼓励你 告诉你怎么做 其实他也不懂 不用说什么 他只要在你身边 聆听你想说的话 那就足够了 每个人其实不需要别人给什么意见 他只需要一个聆听的对象 就够了 其实 嗯 就是这样咯 还要懂得 不要只是想着自己受贿 要问自己如何去帮助别人 如何在他需要的时候 你在他身边帮助他 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主题咯 你是朋友还是生命过客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就唱完这首朋友这首歌曲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会清唱 因为如果播他的音乐就有版权问题了 我整个播客可能不可以播了 好 现在开始 朋友不曾孤单过 我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一句话 一辈子 一辈子 一身情 一杯酒 谢谢 这是东阳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 跟别人分享我的节目哦 谢谢你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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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